全油管最快新闻 1月17日 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 第八次会议在上海举行 双方就南海形势和涉海问题 进行了深入交换意见 一致认为南海的和平稳定 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和地区国家目标 双方重申保持沟通对话 对于维护海上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同意完善涉海沟通机制 协商解决矛盾分歧 处理紧急事 派推进海上合作 中方还向非方提出涉台问题的交涉 要求非方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会议有中非外交国防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交通运输 农业海经等部门代表参加 这次磋商为中非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创造了良好条件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士